亚太报道 和七大殡议馆骨灰核数量暴露死亡人数与官方数字不符 最近很火的视频会议平台Zoom引发安全担忧 台湾经验像侦办重大刑事案件一样追踪疫情接触者 英国首相感染新冠病毒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就在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数超过中国 跻升全球第一的时候 苦线疫情的特朗普总统签署完强化保护台湾外交和安全的台北法案之后 转头就致电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强调美中合作抗击疫情 习近平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参议院先后在3月4号和3月11号 通过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剂强化倡议法案 简称台北法案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正式签署生效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7号表示 外交部我们诚挚地欢迎跟感谢 美国的行政部门跟国会 对于我国的外交空间 国际参与 深化台美经贸以及安全关系 以及对于台湾的民主成就的一个肯定 跟一致支持 台北法案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作为支持台湾强化 与印太地区以及全球各国的正式外交关系 以及伙伴关系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 这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逻辑 如果美国实施该法 并将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 特朗普26号才签署台北法案 27号就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新华社报道 特朗普向习近平询问中方有关疫情防控举措 并表示中方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中方的经验很有启发 他还说我将亲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 集中经历开展抗疫的合作 新华社报道 特朗普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物资 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强调 我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公开表示 美国人民非常尊敬和喜爱中国人民 新华社另外报道 习近平重申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 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资讯 习近平还表达关注和担心美国疫情的发展 并表示中美应该要团结抗疫 中美合则两例 斗则俱伤 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对于特朗普签署台北法案 又和习近平通话 台湾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所研究员 他也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么多需要的器材等等 他有很多的零件是要从外面进来的 那如果你继续在跟中国大陆搞的话 其实对美国也是自己还是伤的嘛 严正深说美国现在疫情严重 对于口罩防护医的需求量很大 特朗普过去反击中国将病毒传播 甩锅道美国军人带入中国 有所捍卫 强调中国病毒惹到了中国 但是回头在跟中国的交往上 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他还是要释出善意 前中华民国驻美代表陈建仁 27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川普就他的角度来看 台湾关系法固然够了 但是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 对台湾示好 对中共施压 为啥也不错 但是川普当然他也想得到了 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美国 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国 假如这两个强迫 不能够好好相处的话 早晚是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问题 陈建仁说 回到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第二权力在哪里 有多少实力可以维护 推展自己的利益 美国从立国以来就是如此 最先考虑的是本身的利益 至于特朗普对于中国的态度 会否让支持者感到错乱 陈建仁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北京时间27号通电话 尽管特朗普说和习近平谈得非常好 双方也同意要合作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但美中关系 真能够因为两国元首的一通电话 有所改善吗 请听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过电话后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刊发长文 详细报道了两国元首通话内容 而特朗普和白宫复发言人迪尔 则是先后透过推特公布通话内容 加起来不到100个英文字 特朗普强调美中两国会密切合作 对抗疫情 恢复全球经济繁荣 外交工作讲究细节与慎重 新华社没报道的是 两国元首通话时间 为何从原定北京时间27号的上午9点 延后一个半小时 特朗普在和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 汉尼提电话连线时 直率说出了他认为 比和习近平通电话更重要的是 主持人大笑 特朗普在电话那一头还补充说 节目结束后他才会和习近平讲电话 这反映出美中关系目前的处境 恐怕很难让北京笑得出来 不只是两国元首通电话的时间 因为特朗普要上电视节目而推迟 他和习近平通话前 还签署了协助台湾巩固邦交的台北法生效 新华社报道中 只字未提习近平是否就此向特朗普表达了中方立场 美中两国自疫情爆发以来 双方从媒体记者的驱逐站到病毒起源 导致两国外交官员的口水战 美中两国的敌意随着疫情的加剧而升高 尽管新华社报道称 特朗普告诉习近平他将亲自过问 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 能集中经历对抗疫情 不过纽约时报引述美方未居民官员的话报道 在中国驱逐美国三大报刊几乎所有的驻华记者后 特朗普政府正讨论是否要驱逐从事间谍活动的在美中国媒体雇员 报道指出 美国一些情报官员多年来就认为要推动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雇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周四就在推特上指出 向中国共产党汇报的宣传机构是外国特工不是记者 他并未点名是否指新华社 但他强调是习近平亲自要求这些媒体要当党的喉舌 为党发声 不论美国是否将再一次对中国官媒驻美记者采取行动 美国企业研究所刻作研究员马明汉透过电子邮件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疫情不只影响美中关系还关乎整个亚太大局 马明汉说我预期美中关系将持续这一种紧张局势 如果中国的疫情复发在中国国内造成问题 又或者因为其他国家经济下行的溢出效应 使中国的经济受影响 北京可能再次通过对外强硬 包括在美中台海两岸甚至在中日关系上升高紧张 来转移焦点分散内部局势险峻的压力 为了对外展现出强势形象 北京外交部进一步拿媒体机构开刀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回应美国三大报刊发行人的公开信 却是在官网上再一次要求华尔街日报向中国人民道歉 还老调重谈指三大媒体有怨气该找美国政府发泄 并称美方不应该出于意识形态偏见 无理打压中国媒体 两国元首都说要合作对抗疫情 但合作的背后却是双方官员不断过招 前总统奥巴马时代担任白宫国安会 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担忧 美中关系现在互相指责的你闹钟 他表示美国的领导力与实力 要展现在能有效控制疫情上 而他也对中国有所提醒 除非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 否则中国经济今年不可能达到过去6%的增长水平 要知道如果疫情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中国不可能独自带领世界走出困局 中国经济的增长 大量依赖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活动 他还说美国必须全盘考量自身的亚洲政策 他认为除非美国自己失策 中国的大外宣不会成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疫情线索 故事征集 新冠疫情不断发酵 在疫情还没有被完全控制之前 各地已陆续复工 无论您身处武汉或江湖之远 持救人之刀或调查之笔 如果您有故事而无处诉说 有几乎而不能放声 请将您的文字 图片 声音和视频等 发送到自由亚洲电台邮箱 反馈A1圈RFA.org 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期待听到最真实的声音 我们愿意分担您的痛苦 分享您的心声 由湖北武汉爆发的疫情 现在已经基本上扩散到 全球的每一个国家 武汉作为这次疫情爆发的源头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2531人 然而民间到底有多少人 相信这个数字呢 武汉居民纷纷用其他的方法 寻找真相 今天本台记者 乔龙的报道 本周一开始 武汉七家大型殡仪馆 每天向死者家属发放500个骨灰盒 令民众更相信 官方公布的数字 以现实相差甚远 民间提出多个 推算死亡人数的版本 武汉居民张先生 本周五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当地居民和死者家属 越来越不相信 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 他这个东西肯定是对不上的 因为每个社区 每个街都不一样 汉口 武昌 还周边的一些火葬场 肯定不止这几个 他不是24小时都没停吗 那怎么可能是那么几个呢 从本周一开始 发放骨灰和鞍藏 要买墓地啊 用到大型土木 搞一些墓地 由武汉居民说 3月23日开始 湖北武汉武昌殡殡仪馆接受 死者家属领取骨灰 家属在领取过程中全程免费 包括所有的火化费用也是免费的骨灰盒 也由政府赠送 殡仪馆方面称 争取每天发放500个骨灰盒 尽力在清明节前做好发放工作 据财新网披露仅在汉口殡仪馆两天即到获5000个骨灰盒 这是官方公布武汉肺炎死亡数字的两倍 有网民推算 武汉七家殡仪馆每天合共发放3500个骨灰盒 3月23日至清明节4月5日共12天 累计发放42000个骨灰盒 如果以焚化炉数量推算武汉七座殡仪馆84个火化炉 假设65个炉可正常工作 每具尸体火化按一小时计算 每天24小时运转 每天可火化1560具尸体 扣除每天大约200人正常死亡 按照30天计算的死亡人数是 46800人湖北居民毛先生对本台说 按照武汉市的话是七个殡仪馆来算的话 就是4万多人了死亡率的话 按照1000万的城市的人口的正常死亡率 也是会有一部分人的正常死亡 但是这个公布和社会隔界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当局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在放出一些真实的数据来 让民众慢慢去接受这个现实 据武汉一名接近湖北省民政厅的人士 对本台披露 很多患者在来不及确诊 或根本没有进入确诊程序的情况下死去 包括在家里街道上门诊括号室死亡 这批死者因人数众多来不及确诊 也没有时间去确诊 因此出现民间和官方的两主数据 武汉居民程耀辉曾接触过殡仪馆人员 他对本台说 当时全国各地的殡仪馆派人支援武汉 并出动移动式缝化炉协助焚烧 北京的那个八宝山共梦的也派人来增长武汉 就是日夜的焚化尸体 然后中央电视台七套的那个心里的 那个很帅的那个小伙子 他就深今半夜的到汉克兵衣馆去 去问他一堆尸体多少钱 第二天他被国报给抓走了 国际有不少舆论认为 正是因为中国初期满爆疫情 导致很多国家对新冠病毒未有足够认识 以至于病毒肆虐全球 湖北居民毛先生说 中国官方因隐瞒疫情数据 招致美国等西方各国不满 美国驻英国大使伍迪约翰逊本周四说 由于中国隐瞒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信息 疫情才得以扩散到其他国家给全球造成危害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中国爆发疫情后 北京应当尽快的警告全世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中国官媒人民网27号转载一篇 国际疫情形势严峻 外资撤出论站不住脚 提出中国的产业链已经基本恢复 进一步开放可以为外资建立避风港 在一场讨论武汉肺炎后如何组建脱中供应链座谈中 在台湾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前副主委邱俊荣认为 中国供应链非常难以被摧毁 他甚至悲观预测台商因为太熟悉中国的潜规则 最后离开的一定是台商 今天本来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人民网转载新京报专栏记者谭浩俊文章提到 疫情发生之前在吸引外资方面 印度、越南等国家也在奋力追赶 甚至给出了更多政策优惠 但是这一次疫情让外资看到了中国生产链的韧性和优势 但是文莫也坦承 今年中国稳外资的压力很大 在美中贸易战开打 加上武汉肺炎疫情从中国延烧之后 托中供应链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自认非常仇匪的国发会前副主委邱俊荣指出 过去有一些报道热议 疫情会加速外商离开中国 他却认为 过去十几年中国建立全球生产链的关键位置 非常难被摧毁 关键在于中国花了十几年建立 无论在基础建设、文官服务、劳工素质、技术水准方面的生产基地 要找到离开中国的生产其实很困难 即使美中贸易战到现在 去年统计的结果 台商离开中国的大概都不到20% 其实是比例是很小的 那我们看到 我甚至不好意思不客气地讲 如果中国供应链真的会结束的话 最后离开的应该是台商 为什么 因为台商对那个环境太熟悉了 对怎么样去弄清楚那边的各式各样的潜规则太熟悉了 经周刊社长梁永黄指出 1999年民进党执政的前一年做了中国政策大辩论 吵了三天 达到最重要的结论叫做强本西进 但是20年来台湾有西进没有强本 台湾的困境就是从这里来 梁永黄举例 代工大厂鸿海就是台湾西进的代表 20年来鸿海从2000年到去年第三季 毛利率从21.9%降到大概5.6% 营业利率从10.69%降到1.81% 我们的所谓的西进主要是利用廉价劳工 廉价比较低价的土地来做更大规 追求更大规模的发展 但没有考虑到升级转型提高附加价值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 总经理岳俊豪也同意 红色供应链真的非常非常难砍断 当他们盘点 科技业从西进转进到新南向的东南亚市场 现在最热门的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 但是他们从产业结构发现 中间产业还是必须去大陆买中间财 岳俊豪认为以前供应链分流只要在中国或是台湾选一个地方 或是中国两个城市选一个城市 但是现在在中国分流还不够 可能还要把基地搬到越南 欧美甚至是搬回台湾 这种搬移未来营运成本以及运销成本绝对会上升 可以假设未来产品价格也会跟着上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日前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商业的影响发布快速调研报告 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预计收入将大幅下降 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 然而受访会员企业对中国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前景则感到乐观 请听本台记者韩杰的报道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 在中国的企业因为停工封城等防疫措施而遭受严重冲击 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调查就提到 近7成的受访会员企业面临中国国内商务出行中断的困难 半数遭遇营收大幅下滑 39%的公司表示市场需求量持续走低 因此有60%的受访公司认为 如果8月底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营 今年的总营收将减少10%至50%或者更多 消费行业及工业和资源行业对2020年市场增长的态度最为悲观 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和平 预计4月底中国将基本恢复较为正常的经济活动 制造业行业已经大概复工80%到90% 到4月底的时候基本上服务行业包括餐饮啊 家政啊包括旅游啊都会恢复到80%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原本外界曾认为当新冠病毒疫情过后 消费将出现明显反弹 但是这种估计有点过于乐观 疫情呢不会很快消失 冠状病毒呢有可能可能呢会持继一点时间 要一到两年服务性行业 包括旅游行业人口聚集的这种情况呢 我相信呢在未来呢会非常谨慎 很多人呢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事情 这些打击呢会是非常的大的 疫情加中美贸易战两个双重的压力之下呢 中国的经济呢会是一个下行的这种状态呢 是不会改变的 虽然营收前进不理想 但四成受访企业表示 将维持原有的投资水平 这一比例较上月调查数据上升了17% 不过也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技术企业 和近三分之一的服务业企业 计划下调在中国的业务投资力度 李文青向记者提到他认识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情况 表示 他们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呢这个悲观的一个状况 现在呢都是叫做维持 如果有可能让他们能够清产 那可能是他们的最好的选择 想维持下去的话 现金流是个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营收还是商业投资预期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 受访企业对中国政府今后出台后续改革开放措施的前进感到最为乐观 其中有39%选择了开放市场 还有42%选择深化改革 合并认为 经过这次疫情 商业法律和投融资环境 还有中国政府在企业运营当中的角色都会发生改变 以后未来呢可能是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一些行政规定 来开展企业的运营 而不是像过去这个有较多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换 在疫情期间呢 我相信也是不断的探索 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对中小企业的帮扶政策 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来鼓励创新 未来可能企业 这个它可能就更多的自由的发展空间 政府的干预会相对越来越少 据了解 这次中国美国商会开展的调查 共有119家会员企业代表参与 于3月14日至18日进行 受访者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中小企业 其中很多拥有全球业务 部分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点区域湖北省 以及周边省市均有运营 自为阿旧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在新冠肺炎笼罩下的山东省曹县王吉镇 本周二发生征地抢差事件 副镇长带领镇上的官员 城管以及综合执法队人员100多人进村 要求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而每平米仅补偿600多元 遭到村民的拒绝 详情请听本带记者乔龙的报道 本周二早上 山东省曹县王吉庄后王庄村发生了一起群体事件 据村民说 该政府镇长李靖带领干部 工作人员城管综合执法队等100多人闯入王后庄村 游说农民签字同意拆迁 但遭到拒绝 该村一位村民王先生对本台说 他们来了百十号人 沿州村的主街道 分散在整个村子里 挨家挨户谈话 做动员工作 我们村民基本上意见都一致 不同意 傅镇长非常恼火和气愤 对村民是乱发脾气 村里的妇女们就和她发生了争吵 妇女老人 你一嘴我一嘴地反驳正常 说话不算说 看我们不懂国家的法律 就坑我们老百姓 王先生说 就在村民和夫镇长理论之际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经过 碰撞到镇长 结果遭到殴打 就蹭到了镇长 镇长就非常恼火 抓住老人的胳膊就进行打骂 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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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妇女要去拉开 不希望老人被打伤 结果镇长同行的那些干部 一窝蜂地跑过来 和妇女老人们撕扯 殴打在一起 场面非常混乱 在北京工作的王岐镇村民张女士对本台说 现在全国的疫情还没有结束 农民们需要在家里待着躲避疫情 这个时间找他们谈掺遷的问题 会给农村带来被病毒传染的风险 希望王岐镇的干部班底做检讨 停止这些不合理的做法 居住在厚王庄村附近的李先生对本台说 郑政府给村民的补偿按6-700元人民币一平方米计算 棚子按70-80元一平方米补偿 四间正房的补偿不足10万元 但是 新农村的楼房要以现有房屋面积一平米换一平米 折价1300元加上房屋补贴的600-700元 楼房价格更贵 因此 百姓难以负担 张女士说 他们一直在关注家乡面临的拆迁问题 希望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 但是通过昨天 后王庄村所发生的事情 可能我们担忧的情况已经在发生了 我希望这件事能引起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 王岐镇的农民们反映政府给的补偿太低 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标准 这里面很可能存在腐败和侵占 希望中央部门派督导主到山东朝县调研和暗访 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被侵占 后王庄村共170户村民 600多人 以务农为主 年轻人和青壮年劳动力均在外地城里打工 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孩童 在此次事件中 后王庄村三位妇女一位老人和一个少年被打伤 村民说 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 被郑政府羁押第二天获失 王岐镇 张殿村的张先生对本台说 郑政府到处占地扩建 郑政府在我们张殿村扩建的工业院区 新占用了1300多木耗的耕地 郑政府必须要高柴前来密布他们所占用的耕地 工业院区占用了多少木 他们就必须高柴前腾出来多少摘集地的面积来冒充耕地 张殿村另一位张先生对本台说 多年来 郑政府通过占地拆迁侵占农民和村集体的土地 王岐镇 泰山庙 新农村 包括泰山庙村 小礼庄 市庄弄出来一些土地 从子就职 刚推平 种上麦子 紧接着就申请批复转化为建筑用地 原来好像是300到500亩地 领导干部哄骗周边几个村百姓 签字 只有签字表 没见到真地和筑地合同 一下子弄到1300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台湾武汉肺炎截止到27日已经累计267例 但多数都是境外移入 尚可防可控 台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动员庞大的卫生体系和警察 地毯式的追踪确诊病例的接触者 唯独病毒扩散 本台记者夏小华采访到台湾第一个死亡个案的两名关键追踪人物 下面就请听他的报道 确诊报告出来之后好像两小时 医院就传说他已经过世了 我们就秉承上级的一个意识 把这个案子当作一个重大的刑案来办理 现在是彰化警察局长的方养宁 在台湾早有知名度 2014年他任职于台北市 曾经对公占立法院行政院的太阳花运动学生强势执法 还遭到多名伤者控告杀人未遂 重伤害未遂等罪名 这一次他在彰化接获了一位所谓白牌车司机感染武汉肺炎死亡的任务 他把疫调比照刑案规格办理 除了没有攻坚逮捕之外 其他大概都跟办刑案的侦查的步骤是一样的 这是台湾新冠肺炎死亡的第一个案例 彰化县卫生局长叶燕博坦言 这位白牌车司机是台湾的第19例的病例 没有出国史 也没有和确诊者亲密的接触史 他一开始只是被诊断为一般的肺炎 但是疾管署当时不放心 已回溯法追查了一百多名有呼吸道症状的病患 结果真的找到这名确诊者 但是他却去世了 要追查到底是谁传染给他 还有他染病后再过的所有客人 非常棘手 外界高度怀疑他会成为台湾爆发医院感染 和社区感染的指标性个案 我们还担心他会不会是有Uber那样的一个模式 后来发觉用手机的软体看看他都没有这些软体 后来也查到他的车行 可是他并不是登记有案的计程车 他接的客人都是口耳相传或认识的 他有两只手机 我们把手机里面通灵记录 那时候先清查 警察局也协助去把他所有通灵记录都调出来 所以实际上是做了地毯式的 大概有好几层的一个罪查跟确认 彰化县警察局长方阳宁形容 他们三天动用了约360人次的警力 快马加鞭投入白牌车司机的疫调专案 包括追踪感染源和清查接触者 要尽速对他们检疫隔离 方阳宁说 以他的一个就诊记录 以及他的死亡的日期 我们推算 总共查了22天的一个接触史 那在22天里面 我们总共比对了出他的164笔的派车记录 然后有317笔的通灵 过滤出117位近距离接触的乘客 叶燕博记得周六晚间接到了通报 周日一早就动员了所有彰化卫生局50名的同仁 分组打电话 因为那个时间很紧迫 所以大概有300多个童年纪录 会先从发射机台的位置去确认它可能的地址 外线是高铁站火车站中部机场 只要是这附近的机器台发射的童年纪录的讯号 我们就优先打 当时彰化并没有本土案例 他们锁定了白牌车的司机 在清泉岗的机场 再过从日本和从中国上海 广州浙江返台的共6个人 卫生局送健保署追查发现 浙江台商有5次的就诊记录 有呼吸道的症状是最有可能的感染源 大概12小时多一点 我们大概就已经找到标的了 那后面这个就医的确认 大概是礼拜天的晚上 诊所的就医记录啊 疾病史啊 症状啊 还有时间上的一个关联性啊 就24小时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就掌握了 叶燕博说 接下来更重大的任务 是他后来载过很多的客人 要重复的确认打电话 追踪健保就医记录 接送客人监视器行踪的比对 传染给谁很重要 就担心扩散出去 追出感染源为浙江台商 已是距离他1月22日 搭乘白牌车20多天之后 只能踩到微量武汉肺炎的抗体 最后经过中央研究院和台大医院 比对死者的血清之后宣布破案 那时候几乎我们在全世界 还没有说能够验抗体之前 中央研究院跟台大 能够把它验出来是很不容易 这后面也有科技的力量啊 警察局定位跟监控的力量 所以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如果那个时候这个case 就没有疫调的这么清楚的话 现在不知道会演变成怎么样 对而且你对疫情的研判 就会好像少了一个拼图 你不知道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哪里来 这个很麻烦 最后白牌车司机载过的客人 和接触过的医护人员252人 全都呈现阴性 只有家族4人裁剪阳性 确定只造成家庭的群聚感染 令外界惊讶的是 最早扑灭潜在医院和社区感染风暴的 居然是被认为是乡下地方的张化小镇 张化县警察局长方仰宁提到 复查的过程当中 带给我们很大困扰的 就是这个人心惶惶的假消息 当时候有说他的遗体 没有被好好的处理 很草率的就活化了 还有说他的姐姐 曾经在哪一个市场里面做生意 造成这个市场 这个没有争议大家不敢去 还有说这个搬台车 曾经载过哪一些客人 影响到哪一些行业 这个都是我们在疫情调查过程当中 产生的一些谣言 比起过去侦办重大刑案 目的是将罪犯绳之以法 方仰宁说 做疫调是为了救大家的健康 被查到的人不会躲着警察 如果你抓到一个杀人犯 他可能是杀掉一条人命 你抓到一个小偷 他可能就是偷一户的财产 但是如果这个疫情的控制 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 他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很多人得病 然后很多人又在传染给很多人 对我们整个账发线 这个乡亲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他的影响所及 是比个别的犯罪还要严重 所以我们不能等闲适之 全台7万多名警力这群人民保姆 除了打击犯罪 在武汉疫情来袭时 肩负着协助疫调和监控追踪居家检疫者 有没有违规出门 最近两周 从欧美返台的留学生避难潮 令台湾居家检疫标破了4万人 光是彰化就占了一千多人 方养宁坦言是项新的挑战 在做刑案调查 在追查罪犯还有机可循 但是这个病毒到底在哪里 是无机可循的 所以这块我觉得我们警察 是不能够自身事外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但症状轻微 英国在过去24小时内的死亡率 增加了31% 死亡人数达到759人 与此同时 尽管法国医学界 对于使用抢率奎宁 治疗武汉肺炎患者争执不断 总统马克龙仍然批准了 使用抢率奎宁 请听记者蔡林发自巴黎的报道 据英国王储查尔斯确诊武汉肺炎后 英国首相约翰逊27号也确诊感染 他的症状轻微 目前正在唐尼街自我隔离 英国首相府宣布 约翰逊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但他会继续率领国家应对这场危机 约翰逊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张贴影片 他说 我出现了冠状病毒的轻微症状 包括体温上升 还有持续咳嗽 由于首席医疗官的建议 我接受检测 结果为阳性 所以我正在家中工作 自我隔离 这是正确的事情 不过毫无疑问 透过科技 我还能继续和团队沟通 率领国民打击冠状病毒 他在影片中 同时感谢所有为抗疫出力的人 并重申 站在家里 对阻止病毒传播至关重要 英国在过去24小时内的死亡率 增加了31% 死亡人数达到759人 被预估已有42,000名法国人 感染武汉肺炎 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冒着风险 综合各方意见 批准医生使用强率奎宁 治疗武汉肺炎患者 法国政府公告表示 政府允许治疗武汉肺炎患者的医院 和医生使用强率奎宁 结合洛匹纳尾和利托纳尾 如果病人状况允许 并有医生处方 在家中隔离的患者 也可用于后续治疗 马赛地中海感染研究中心 主任哈威尔特领导的医疗团队 近日宣布 75%的武汉肺炎患者 在服用强率奎宁六天后已经痊愈 法国一些专家表示 这个药还没有经过正式的临床验证 而且强率奎宁主要成分的药性和副作用 一直备受质疑 绝不能草率用药 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不应该给出无畏的希望 必须进行更全面的研究 法国政府则是持犹豫态度 卫生部长韦航首先表态说 法国公共健康高级委员会 不建议使用强率奎宁抗病毒 除非对症状重的患者 卫生部希望扩大这个药的临床试验 韦航说 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科学和医药的研究数据来批准 但我授予支持临床试验至少15天的时间 得出正面或负面的结论 若是正面我们就可大批使用 若是负面至少我们也试过了 法国南部尼斯市长埃斯特罗斯 一星期前被确诊感染 他接受了强率奎宁的治疗并且痊愈 因此他允许尼斯的自幼职业医生 在病人确诊后立即开除防药 面对政府保守的要等15天临床试验结果 他忍不住批评说 一场战役打响了的时候 没有时间在巴斯德研究所的老鼠身上测试6个月 我们输不起 就在法令公布的同一天 法国国家科学医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组成的 武汉肺炎小组表示 目前还不具备已经通过验证的 用于感染的药物治疗法 希腊国家医药组织27号也宣布 已经进口了五顿的绿奎宁 希腊制药工业将重拾就业 生产以绿奎宁为基础的药物 欧盟境内已经有17,314人死亡 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布鲁塞尔现在试图建立更一致的防疫做法 来统整欧洲各自为证的防疫措施 相关措施应该包含建立医疗器材紧急储备 并放松欧盟各国之间的边境管制 欧盟希望能够将境内的武汉肺炎患者 从一国转到另外一国 目前德国就已经接受意大利和法国的患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日益恶化 由加拿大中医师宣传贩售防疫偏方 加拿大卫生部强调这是违法行为 因为当局没有批准任何可以防治或者治疗 新冠病毒的药物或产品 请听特约记者柳飞的报道 曾在江苏中医院任职 担任世界华人中医药联合会理事的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中医师黄国健 上星期向客户发送电子邮件 并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贴文宣传 推荐他自制的防疫偏方 称这种防疫草药茶也叫散寒除湿除异方 是由六种草药混合而成 人续喝六天能够预防感染新冠状病毒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乔庄成顾客 到黄国健的诊所购买草药茶 黄国健推销说 今年初中国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池园 就是喝了这种防疫草药茶 所以没有人感染 约有200名医生和医务人员 前往中国武汉市之前都喝这种茶 回来后每个人都安全 他们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 他的草药茶一包卖10加元 约50人民币 称自己这几天已经卖出了几百包 这些宣传贩售曝光 引发卫生当局和中医界人士关注 加拿大卫生部强调 销售未经批准的医药保健产品 用虚假或不实言论推销 预防治疗新冠状病毒药物的行为 在加拿大都属于非法 卫生当局对此问题很重视 正在采取行动加以制止 在温哥华也有另一家中医诊所 贴出贩售新冠状病毒肺炎防感汤 记者打电话询问 诊所立刻说 现在改名为固本汤了 药方没有变化 就是配方和功效都没有变化 我们还是一份 一份118 然后是五天的两 曾在北京职业 如今在加拿大担任中医师 已经二十几年的蓝龄说 中医想要在西方获得一席之地 为人所尊重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守法 中医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上来说 首先我们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那么就是说 现在我们管理局就明文的规定了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的中药 可以治疗或者是预防这个corona virus 中医呢 我们只能就是说 用中药呢 可以强身健体 加拿大社会对中医中药的接受度 已经越来越高 许多人期望中医有一天 能像西医一样 正式列入加拿大健保体系 正积极推动此项工作的 中医师朱瑞根说 中医要再预防治疗许多疾病都很有效果 中西医配合 更能为加拿大节省很多医疗成本 但中医界先要做好内部管理 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朱瑞根说疫情当前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 增强抵抗力 例如常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睡饱 吃好等都非常重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 温哥华报导 随着疫情席卷全球 在家工作 上学的趋势方兴未爱 一家在美国上市的远程会议服务平台Zone 也因此受到瞩目 不过这家由中国移民原征创立的科技公司 接连被爆出多个信息安全隐患 今天本台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在美国加州成立的Zoom公司 是一个提供视讯在线会议聊天和行动协作功能的平台 我的名字是Eric Yuan Zoom的创办人远征今年50岁 他在山东长大求学 直到27岁移民美国 一直在科技产业工作 2011年成立了Zoom公司 2019年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 公司的市值超过160亿美元 目前这家公司全球有超过2000名全职员工 近几周来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 加上Zoom推出了免费40分钟的服务 让用户数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数据显示 从今年2月24日到3月13日之间 Zoom的不重复用户增长了84% 不过Zoom接连被爆出几个信息安全隐患 外界最大的担忧是 这个公司超过500人的研发团队在中国 台湾中央研究院科学所研究员陈灵志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 就表达了这种担忧 其他最大安全顾虑 是他的开发团队都是在China 因为在China一个高科技公司 它不可能不被控制的 这个是信任问题啦 就是当发生的时候 其实你要反应都来不及了 因为他我们城市里头 如果就是说你要留个后门 譬如说被要求交出城市嘛 你被要求说我要同时收集什么资讯 你有没有胆子说我不交给你 事实上把产品开发团队放在中国 本来是Zoom自诩的盈利之道 他在2019年上市时的招股书写道 中国的人力成本低 如果我们将产品开发团队转移到其他地区 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营运费用 本台查询后发现 Zoom在中国杭州 苏州 合肥设有三个研发中心 目前仍在大量招聘开发工程师 月薪在14000到28000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加州开发工程师的平均薪资 至少在这个数字的三倍以上 陈林志说 考虑到科技公司如华为小米泄露用户各资的记录 一家开发团队在中国的公司 很难不让人保持警戒 美国VICE新闻下的科技网站发现 当iOS用户安装启用了Zoom程序之后 他就会通过脸书的API将数据传至脸书 包括通知脸书用户 何时开启了该程式 使用了什么型号的装置 所处的时区 还有所使用的电信服务等 而Zoom的用户条款只提到 会搜集用户的脸书个人资料 并未列明会将隐私传送至脸书 本台智信询问Zoom公司 关于安全隐患的质疑 直接稿尚未得到回应 长期关注信息隐私问题的 英国隐私问题组织顾问沃尔什 也对Zoom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 他发文批评未向用户揭露数据 与脸书分享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 陈林志告诉本台 这类大数据的搜集是一个灰色地带 通常科技公司会有犯错的时候 重点是开发团队如何快速修正 陈志玲说 学校教学页面方便使用到还好 但更担心的是政府单位 使用这样一个有安全疑虑的平台 现在如果是学校在做那个远距教学 我觉得那还好 那个你也不能够说它真的不安全 然后人家真的很方便 老师学生上手很快 那就用吧那没关系啊 但是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政府单位 英国首相瑞逊就是Zoom的粉丝 他26日发出的推文显示 自己正在用这个平台 与内阁成员进行在线会议 BBC报道称 英国国防部先前讨论 需要暂时禁止政府部门使用这个平台 但随后又遭到了否决 陈林志提供了几个使用Zoom的自保方式 首先会议务必设定密码加密 以防无关的第三人闪入 第二不要使用既有的脸书或谷歌账号登入 第三建议使用Zoom政府版的网页 且随时保持程序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在非洲大陆的延伸 中国私营保安公司在非洲日益肩负着 保护企业财产 防范骚乱 对抗恐怖主义和海盗等重任 但是也面临着缺乏资质和监管的困境 今天本台记者薛晓珊的报道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公司 在非洲面临着多重安全威胁 私营安保公司的市场随之日益扩大 上海社会科学院安全与危机管理计划负责人 阿敦诺近日发文探究了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在非洲的脚印 他主要关切的问题有 这些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可否在执行任务时 不危及当地人的人身安全 是否带来负面溢出效应 比如走私武器和腐败等等 是否受到中国军方正式或非正式的监管 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和共产党的管理角色 造成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 国营和私营的界限有时难以区分 作者认为推行明确的国际标准和行动指南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大陆总共有超过5000家安保公司和大约300万名安保人员 在海外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机构的国际认证的中国安保公司寥寥可数 在非洲极少有公司能像华信中安一样获得国际认证 并获得许可携带武器 阿敦诺列举的另一获得ICOCA认证的公司是海卫队 这家公司于2015年在坦桑尼亚成立第一个非洲分部 他们的客户主要是建筑和物流公司 主要任务是应对盗窃 还有收集恐怖主义分子的情报等等 阿敦诺也指出 非洲的中国安保公司可能会在司法空白的灰色地带经营 因为他们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非洲本土法律虽然在法理上有约束力 但是当地政府在饱受政治经济动荡时 未必有足够的执行力 这些中国私人安保公司是否会是中国解放军的延伸力量 阿敦诺目前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但是长期来看 和国家机器更加密切的互动是有可能的 这些公司常常雇佣中国前军队和警察人员 随着安保公司走出国门 中国外交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甚至解放军 都会开始争取相应的监管权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虽然中国官方报道的确诊新冠病例一再下滑 官民的情绪明显乐观 但最近有研究指出 保守估计中国有六成的感染者没有被发现 中国官媒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报道 中华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乌唐春为首的研究者 在一个国际医学网站发布的论文指出 武汉有59%的感染者因为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而没有被发现 据本台月以部报道 北京宋庄艺术村知名画家大车 近日创作了一系列的有关政治敏感性的疫情漫画 包括甩锅 戴口罩的木头人和哨子等 其中暗示中国政府声称疫情起源地不在中国等问题 大车本人在3月24日深夜被北京市公安带走约谈 大车回家后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他的确被约谈了 但他有压力 不愿多谈 不过他透露 这次约谈主要是关于漫画甩锅 警方不让他画这种感觉 要多画正能量 在本台的调查中 有多名艺术家指出 疫情话题日益敏感 官方打压相关言论的行为也成为常态 二十国集团星期四就新冠疫情发表声明表示 将不遗余力共同对抗病毒的威胁 二十国集团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它包含了七国集团 金砖五国 七个重要的经济体 以及欧洲联盟 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组织 声明强调 二十国集团将及时分享信息 交换有关病毒以及治疗过程的数据 并共享必要的资料 以共研究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